好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是就是 PTT本王這個 project 然後其中主要是關於那個 Backend Walkthrough 所以這個 talk 有可能會有點比較硬一點 就是比較程式相關的 talk 那如果就是那個對程式不太熟的話 就請多多包含一下 那那個就是 這裡有一個那個 TLDR 的 page 那首先是我們在 Telegram 上有這樣子的 link 就是那個 p.me 然後 BBS Tech Team 那很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然後這是一個公開的 就是在那個 Telegram 上的一個 link 那另外也可以在 Genevievee的 Slack 上的 PTT 也可以找到我們 那另外有一個 Billy 的 P never die 這個 link 那就是大致上是這個 slide 的介紹 然後另外有第三個的話是我們的 demo site 那它是叫 www.devpep.site 那等一下我會做一些 demo 那這個 demo site 裡面有 有大概17萬個 user 那 user的名字就是 text1到 1700 然後那 password都是 12343 那另外這三個就是相對應的 imposter 然後那其中這兩個都還有 也有相對應的那個 API 的 doc 所以會是像是這樣子 可以給大家使用 就是測試一下 API 的一個情況 那今天目標就是想要介紹架構 那我先來 demo 一下就是這個 website 那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那首先既然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既然因為是 guest 的關係 那它可以就是會變成日本看板 就是有這三個 那它那如果說大家對那個 trend 啊 KE 8011有收集的話 那這邊有個 link 然後是有相對應的 就是類似的 website 那所以可以看 可以比較比較然後知道說 就是 就知道說就是這兩邊的資訊 其實是四個固執 那其中就是那個文章歷史也都可以 發上已經做完了 那可以看到說這個版 這棒球版我們灌了四萬多篇文章 那它實際上是可以很順的流量 那另外我們還可以做到 search 反而的話打韓國 然後書 打韓國的話 那就會出現韓國相關的 data 的文章 然後那如果韓國書 那可以就是 就是會更更更更 就是就是有包含韓國跟書的一個情況 然後那其中像這篇 這篇的話就是有很多的推 那也可以發現就是說 推文的list也可以這樣子 一線推的一個情形 所以就是搭上這些基本功能 都已經做好的情況 然後那這大概是這樣子的規模 然後那我們今天想要講 講的是架構的情況 那首先是想要介紹就是目前現行 運作中的PEE的架構的概括 那它是25年前的一個 multi process的架構 就是它就是多個process 然後而不是那個multi thread 然後在那個連帶的話 會是使用大量的那個share memory 跟file的制定格式 然後來達到單機上的超高效率 因為那個連帶就是對於分散式的架構 還沒有很就是還沒有很熟悉 那就是因為是一堆大學生 然後那個自己弄出來的系統 然後對於那個分散式的架構 還沒有很熟悉 所以那時候那個比較是 強調是在單機上的超高效率 然後並且是在那個share memory裡面 然後有就是自己弄一個 就是對於user id 的hash 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對於那個PE裡面的推文系統 它也是一個透視度的方式 就是直接在文章裡面 然後直接那個加一行 那個推文的信息 然後就來達到大家目前看到的推文的效果 就是推文的內容就是不容易被index 所以大家會知道就是說那個 要修改推文或是刪除推文這件事情 在PE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然後那PE的話它本身還有另外一個是 就是25年前就是使用big5的編碼系統 另外有一個就是在PE上 這種PBS上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那個叫做double bytes 然後就是有顏色文字的系統 那所以也會因為有這種特殊系統 然後可以來讓PE達到一致雙色的效果 那因為這樣子25年前的架構 然後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都還在運用這樣子的架構 那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會是single source failure的情形 就是它現在還是使用一台機器 我自己是不知道它有多強大 不過目前PE上的運作就是只有一台機器 然後這樣子撐住大家所有的流量 那它本身就是會有一個single source failure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它本身是 並沒有的unitext 或是end to end test 那在當初的大神就是 然後是靠peer review 另外是他們就是在有新功能加進 在當初有新功能加進去的時候 會先在PE2運作一陣子 然後覺得還ok以後 然後再把新的code 然後移植到PE上 然後在現在這個情況 在經過25年以後 那在目前為止 那所以我們也會有一個新的目標 會希望能夠是 就是達到high concurrency 然後好理上的東西 schedule等 然後你也是這個年代使用的 youtube突發的情況 然後我們也會希望就是 這個年代的開發過程 就是有test 然後也有college 或pr 然後透過完整的test 然後來加入新的feature 也不用怕舊的feature會爛掉 然後那也會希望 就是換到新的架構的時候 可以暗然度過 就是過度期的情形 那這是我們所使用的架構 就是說那個會有一個新的機器 然後把新的架構放在這個新的機器上 然後但是會有一個過度的那個里程 然後來跟既有的P 既有的VPS 然後來要data 然後來過度到新的架構上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情形 然後那 那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好 我們非常謝謝大家